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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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节目时间,身边嘉宾这一节 继续有Stanley和大家看着市场 你好,Stanley 你好,大家好 和大家再看多次大市最新的情况 看到港股最新升近127点,报是15290点 而成价方面超过1085亿 看北水最新的情况,现在流入超过45亿 A股收了市,看A股的收市情况是怎样 上证早段曾经都见过在3000点水平之上 收市来说,差一点就碰到3000点 收在2999点,升23点 互深300指数就升29点,报3656点 创业版指数表现继续突出 表现收市都升超过2% 升58点 留意日中高位都逼近2400这些位置 收市就升58点,报在2372点 看完A股的收市情况 这一节我们都跟进下资源相关股份 今日的资源相关股份是怎样 大致向下红色的颜色更多 当中看到油股、煤炭股、其他资源股 大致都要向下 这一节我们与Stanley抽一只股份 出来跟大家看看 就是安肝发出刑警 预计上一季游营转亏超过15亿人民币 头三季的顺利来说,按年跌了9成7 简单问一下Stanley 这次安肝有刑警消息出道理之后 股价现在仍然跌3.7% 还有超过1年低位 怎样看今次的刑警消息 我觉得大家都不会太意外 因为这一类资源 就是钢材相关的板块 都面对着两大问题 亦都是公司提升到一个刑警的原因 第一就是说需求差了 你见很多经济商业的活动 其实都是差一些 例如楼市也好 一些钢材需求一定是少了很多 其次因为你看过去这一段时间 一些我们练缸的焦煤 其实价格都上去了 所以变相之下 当成本上升之余 那些产品的需求又不行的时间 其实就变成硬吃了 而且你也可以说 内地方面我印象中 因为之前的时间 也有限电的消息 其实对于它们都有影响 所以变相之下 这一个刑警的消息 我觉得真是很意外 但是它的股价 其实在过这一段时间 都已经不断向下沉底 所以变相 再出一个消息 再带股价的走势时间 就好像股价 没有什么很大的气息 都留意到 安港今天 其实都见了差不多 两年的低位 这一刻跌至3.7% 跌至7C 现价1.81 A股的安港股份 收市都有1.9%跌幅 跌幅 先报2.58人民币 讲开资源股 都别停了 看中国铝业 上一季的顺利 按年来说跌了超过7.4% 主要赚到超过5亿人民币 为什么呢? 由于一些铝产品价格下跌 营业收入按年来说跌1.8%至606亿人民币左右 这一只中国铝业 今天来说都见了超过一年低位 是呀 你还记得到 整个钢材板块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都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过 你可能说这些板块 不知道只有两只 全部的趋势都是向下跌的情况 因为你真的可以说 内地方面 钢材相关的板块 那个成本压力是大的 因为刚刚提及到 很多镜 跟原料成本相关的范畴 都是升上去的 但另一个问题就是 需求真的差 不论铝也好 钢也好 其实内地方面很多的 工业活动也好 商业活动也好 其实都差了很多 所以变相之下 连到需求都有个下跌的趋势 面对着两个困局 你又不能够 那个成本就减不了 然后你开完又开不了的时间 你变相之下 公司的业务的发展 一定是受到这些影响的了 所以这类的办法 你只可以说 困局 究竟现在是过去了没有 就是没看过趋势 都没有 你看到资源价格 都还是比较高 那个经济状况 都仍在可乐玩玩的情况下 现阶段 虽然股价都不断有个 都好像跌倒低残 但要反弹的话 现在这一刻 我估计都不是一个时候 你看到港股的中国铝业 都有差不多2.7%的跌幅 现价是2.46% A股那边就没有动 跌在4.07元人民币 我们再更新一下其他的资源股情况 今天煤炭股都回了一点 部份来说 涵矿和盛华都跌1%至2%过外 资源股里面 煤炭股会不会是相对好一点 我觉得会好一点 而且你见到煤炭价格 虽然好像有回调 这一阵的时间 但大家以分资来 是否入市机会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这一步的板牌 我还是长期比较好 这个板牌 看到盛华方面 今天来说 都有1.7%的跌幅 现价在22.5元 其他的煤炭股 涵矿能源跌幅跌近3% 至于油股方面 中海油偏远一点 跌4仙部$9.72元 中石化跌0.8% 跌3仙部$3.36元 其他有得升的股份 暂时版面上 有只山东黄金 近跌超过2% 这一节 谢谢Stanley和大家的分析 我们有趣一会 新闻 看到市场方面 恒指就升幅 继续有所收窄 人民银行强调 会和其他部门 维护股市债市和楼市 健康发展 恒指来说 曾经反弹幅度 超过400点 刚才看见内地股市收盘 表现 今天的走势上 可以说 是比较充高回顺 令恒指去到下午 亦是升幅 亦是有所收窄 暂时来说 恒指尽涨到68点 今日的最高位曾经是贴近在15500点的水平 现在缩回到15200点的水平附近 升幅就去到96点 最新报在15263点位置 还有美股期货上 纳指期货虽然跌幅 来到亚洲市有所收窄 但仍然在下跌1.7% 原因我们也说过 事关美国部分企业 包括Alphabet、微软业绩或预测上 亦是令人失望 令到美股期货有所回落的情况 分类指数普遍继续向上扬 地产指数亦是向下跌幅超过250点 总成交超过1108亿 我们跟进焦点股份上 要看看澳门博彩股 首先是消息面 要看着澳门电台的消息报导 根据他的报导上说 内地四省一市将会恢复到澳门的旅行团 当中澳门更加有意制定一些防疫指引 包括提供建议领队、导游那些 至少要七日一次核酸检测 不过见到就跟我们的恒指一样 升幅亦有数收窄到 博彩股升少了 说的是蓝筹当中银河娱乐 金沙中国一度升幅都去到百分之七 现在就缩回到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一的进涨 股价上来说 出一支上影线 金沙中国回顺回到14元边 14.04元 银河娱乐进涨只是轻微五毫子 暴在37.3的水平 澳博控股最新升至百分之二 永利澳门进涨至接近半成 版面上个别还是美股媒中国的稍微偏远 跌百分之零点三 新豪国际升幅至接近百分之二点五 看内房股 多只更加是逆市下跌 内地的官方媒体《经济日报》的社论暗示 楼市的调控就不会完全放松 不会完全放松 当中更加是以龙湖集团 和晚科企业在脱了52增的低位 分别跌幅价乎半成至到百分之1.6 龙湖集团暂时是报在15.32元的位置 最新跌幅就去到9毫子 日中低位试过挨近到15.16元的位置 连上今天这一阵就是三支阴烛地下 华人置地的跌幅都去到矮近半成 连同中海外、六成中国那些 亦都是创下了 今天创下了至少就一个月的低位附近 华人置地跌幅去到过四 落到26.85元的位置 中国海外发展跌4% 六成中国跌3.8元 跌幅去到3.6元 贴近在10元一桃子的水平 银行股也要跟进 中午我们说过渣打出过的业绩 就是比市场好预期 上季的徐税前基本日理 按年升幅是3.1元 按季升了7.5元 按季升幅7.5% 经营收入按年升幅到1.5元 当中的正利息收入升幅到1.1元 但经营支出按年只升埋近百分之二 走势上跟我们说 汇控公布业绩之后 汇控出了大阴烛 渣打的情况就不同了 曾经下午冲高一阵 升幅去到接近百分之六 高见过51.75元的位置之后 大市的升幅收窄也回顺了 暂时落到50元以下 升幅去到百分之1.6元 贴近在49.7元的位置 其余银行股来说 普遍都还可以升到 包括就是中银香港 它就两天之后就会公布业绩 暂时就是今天算在低位上存定 最新靠稳少少 升幅去到百分之0.4 步在24.85元位置 恒生银行今天反达去到9毫指附近 112.8元的水平 另外一只东亚银行 今天都是继续穿了52周的低位 日中见过7.7毫八仙 最新来说偏远跌幅 去到矮近百分之0.4 节目时间差不多 多谢收睇 欢迎收看楼市速递 我是于琪琪 先和大家看看今天的重点地产消息 最新的物业顾问报告说 楼市气氛持续淡静 台方星期三公布每个月物业市场报告 说最新录得一手住宅成交量 按月跌百分之8.2 二手买卖都跌了百分之5.2 豪宅需求萎缩准买家查询和看楼的数字同时放缓 反映他们忧虑楼市前景不明朗和家息 所以持观望态度 写字楼方面由于供应充足 预计今年第四季租金仍然持续向下 暂时之下 港岛蓝筹屋苑出现涉样成交 侧如冲康仪花园 有低层三房单位 实用面积是616尺 最初已挨近1140万放盘 获得客人看楼之后 叫价减至998万元 双方之后临场二价 再劈价至930万成交 累积减价达208万 成交赤价埋近15100元 原业主在2019年才买入 账面蝕228万 单位三年之间贬值两成 之后再和大家再看看楼市的片段 施政报告提出降低旧楼的强拍门栏 50年至70年的楼宇 现在需要集齐八成业权 未来有机会放宽到七成业权 等于原本难以进行的收购项目 因应业权降低而出现重建的机会 究竟在私人楼宇被收购时 有什么需要注意 作为业主又有什么权益 在被收购前要清楚知道 自己所持有的单位 所占业权的权重是有多少 例如说是五层高再加一个天台 有些天台是有业权分数的 有些单栋的楼宇 天台都未必有业权分数 所以要看工具里面如何定名 假设天台都有业权分数 这样才算 变成了它有五层 再加上天台 很多时候当时这些旧的楼 其实地铺虽然价值高 但是它的不可分割的业盆分数 可能只有一份 所以说每一层有一个业盆分数 连天台有六个业盆分数 其实加起来 整个工具来说 或者成栋的大厦 它有六个不可分割的业盆分数 现在外于市区的地积比率 仍然偏低 不少发展商在收购的时候 仍然会以发展密度 比较低的住宅 作为主要的收购目标 因此一些五层高的堂楼 很多时候都会受发展商欢迎 而一些和旁边大厦 共用楼梯的堂楼 在计算业拳上都会有差别 很多时候旧楼都是一个楼梯 但有两栋的大厦 而每一栋的大厦 各自都有自己的工具 两栋的住宅 它每一个都有六个业盆分数 但因为它们共用一个楼梯 或者前后楼梯 就是两个楼梯 始终都是它们共用楼梯 这一栋的六个业盆分数 再加上旁边的共用楼梯 也是六个业盆分数 所以总共有十二个业盆分数 所以如果要够八成或七成 它收到业盆分数 就要除十二 而是超过了现在强拍的门栏 业主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就是赔偿的金额 不少业主已经居住在原油单位多年 对市场并不熟悉 因此对发展商的赔偿 也不确定是否属于市价 律师说业主在与发展商商讨讨的时候 值得参考更多的第三方评估 好 这个发展商通常都不会坦白地 跟你小业主计数 除非发展商已经差不多到尾 或者大部分人都肯签 只不过如果你的价值合理的话 大部分小业主肯签的时候 可能发展商都会公开 我估计到建成了之后的重建 之后的价值 跟你摊分 当然我发展商也要赚一些利息 其他利润 如果是发展商很公开地 将门栏列给大家看 当然这个已经可以作为参考的价值 只不过股值 其实是不一定的 夹的测量师和月的测量师 可能股价都有5-10%的偏差 也不一定 也就是说如果要再稳定一点 应该是小业主自己夹钱 做一个比较独立的股价师 或者测量师 帮他继续重建之后的市值多少 然后就弱了会知道 应该如果发展商要硬去土地审材处 如果土地审材处申请强白的售楼令 大概法庭会判出多少价值 如果想看触本版的《置业有法》 留意今晚节目每日有楼看 再找我们这一节的嘉宾 布先生和大家跟进一下楼市话题 你好 布先生 你好 你好 布先生 不如先和大家说说 新盘市场的情况是怎样 见到最近两个新盘 发展商的开价好像都比较克制 个别来说甚至是属于低市价 为何懂这个情况 我们见到发展商都仍然是 以一个先求量 甚至是加推慢慢加价的策略 特别是一些地区 所以它供应比较多的话 它更加会开一个比市价偏低的价 希望在登记上有一个大量的登记 从而到时慢慢加推加价 另外一个原因 整体的楼市气氛 虽然施政报告公布了 但是楼市气氛 都不是一个很大的改善 美国仍然有机会加息 香港也是很大机会跟随 所以在这个楼市气氛 发展商也会开价 一定会克制的 还有讲开施政报告 见到公布之后 发展商计划推售的 仍然都是一批上车盘 可不可以讲多一点原因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见到上车盘 特别800元以下 其实在过往佔了整体的成交 都六成半的 变成了这批单位 我就叫做光衰楼 在市场是一个很大的需求 所以推售这些楼盘 这个销程是会比较有保证的 但是我们也都了解到 应该在11月 都会有一支 我们的中大价楼 甚至豪宅是会推出的 另外都留意到市场上有一些 已经获批售楼子的新盘 会不会在下个月都加快推售呢 我们估计就绝对有这个机会了 也有很多发展商 在这些已经拿了售楼子的项目 都莫全擦掌的了 未来相信都会有动作 比如说举个例子 阿里南道的项目 和你大埔的Slick and Hill 我们估计都很大机会 在11月份推出的 所以11月份 我相信那个一手市场 都会挺热闹的 另外一些 布先生留意到 已经有现楼的新盘 尤其是豪宅的物业 会不会从下个月开始 都解冻 推出来买呢 我相信都会是 发展商 趁此正报告公布了 特别是在BSD那里 是有所调整 他们都会在豪宅 是积极推盘的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尼南道的项目 都很大机会是现楼发售的 另外 譬如说其他 这个 南宇 松林 在大嶼山项目 也都是有机会代谷的 所以我相信 未来的中大架楼 都会是月楼的 宝先生 再问多你一点点 这个月到现在 新盘交投资 只有大概200宗 预计整个月来说 会不会都不够500伙 出现了连续两个月都跌的情况 我相信很大机会 未必是有500伙的销程 因为主要就是 PART YOHO 和WINNOVAL 都估计在这个星期 卖了一回 第二回的销程 都会可能在11月才展开 所以就算加上这两个楼盘 再加些货未成交 有可能那个成交量 都是可能去到400多 介乎500之间 也是连跌了两个跌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看到新盘交投又比较少 你预计这个月 整个月的新盘 推售出来的数量 会不会都比较少 是不是甚至都不够一千伙呢 如果预计这个月的推售 主要就是这个元朗的PART YOHO 和这个粉凌的WINNOVAL 两个盘加上 就不够这个一千伙的 所以预计这个月 真的发展商的推盘 是不够一千伙的 但是就补充回 11月就会駡了 有好几个大型的楼盘 会推售的 就衷敬回 11月份的情况会好些 布森林 本来已经疲弱的二手购买力 会不会都进一步 被新本市场冻结呢 我们看到二手 在星期六日的成交 都是可以保持到 在双位数字的 和政府的施政报告出了 观望气氛相对没有那么浓 买家就积极一些 当然也希望买到低价的成交 业主有部份求售 仍然都肯减价 所以这个月的二手成交 会去到二千六至二千八宗 和上个月底就相约的 好啊 今天来讲 都谢谢寶山 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 多谢收看 一节的财经消息 本港一个月银行同业刷息 连续升11日 H案主要参考指标记一个月刷息 最深报约3.08厘 以刷息加1.3厘计算 名义按息超过4.38厘 高过主要银行2.875厘的封顶利率 戒夜刷息第二日上升 报约1.86厘 反映银行资金成本的三个月刷息持续上升 报约4.41厘 信和置业认为 香港息率处于历史较低的水平 加上失业率回落 零售复甦等 对于本港的楼市平稳发展仍然乐观 始终香港我们加息的步伐 就没有美国那边那么高 第二 始终香港的息率 在历史上 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第三 unemployment rate 由5.8厘 现在回落到3.4厘 这个也是一个正面的因素 第四 大家都看到 零加三差不多是一个月 都看到市场上 我们的商场 和餐饮 都是 气氛是好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对未来的香港的楼市的平稳发展是乐观的 中国旅业上季顺利按年跌超过7.4 赚超过5亿元人民币 主要由于旅产品价格下跌 营业收入按年跌1.8至606亿元人民币左右 财经消息看到这里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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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りwa去到8.4%地点 提供电影子领糊 晃到4.13% 根据路透报价来说 这个价位 customers 是超过六年半半的א�edy 下午在股市跟乎催甸 就乱传到 一次账到现在读今 一定是跌超过一倍 最新 HSY如6 账注在 elemento4.2半全 是7七六六 стен 现在成交量来说 都超过4千éch三万股 相 fool 每数年前 expressions 非常 accepted 成交額接近2億 為什麼它今天跌那麼多呢 其實它就出了業績 看回它第三季的純利 其實按年有增長 為什麼股價都是要跌 當然請教一下嘉賓 這一節入銀衛生Caster在這裡 Hello Caster 你好 區仇 是的 請你來 我們當然跟進一下資金流的狀況 其實其實純利就有增長 不過可不可以跟我們 在資金流角度去分析一下 現在的大戶還有散戶的成交佔比 以及坐貨比率現在暫時高不高 好 其實如果看回 現在整體的資金流入的情況 的確有個明顯改善 今早上其實如果看回 曾經有一段時間在12點 我們看到整個的資金流入 大概有3500萬股錢 另外資金流入的坐貨比率 大概是25% 去到2點鐘的時間就升到上去 4900萬錢流入去股份 而坐貨比率是有27.6% 剛剛計算到3點半時間 突然之間有增加 增加幅度也相對大 流入的資金有6600萬的錢 而那個坐貨比率甚至升到上去31% 我們一般的情況下 如果一隻股份 它是非主要的指數成份股 我們需要三成的資金流 才可以算是一個 叫做明顯資金追入的情況 而去到萬洲來說 基本上我們的要求可以放鬆一點 因為始終來說都是一些資金 即是主要的指數成份股 因此看到有三成的資金追入 那個坐貨在這裏的話 可以看好那個情況是非常之明顯的 因此如果你看到那個股價表現 在現在的時間 股價逐步由低位 即是叫做上回來 是沒有今早那麽低的水平 而且亦都開始見到 整個那個股價 出現了一個比較長的下影線 亦都開始轉回一個揚足 不排除就是早段的時間 股價是有少少跌過籠的情況 甚至是跌到去 今年的3月以下這些水位 已經是有少少被拋售過度 我都相信有機會 如果它的股價在收市的時間 可以重新上回去 就這個4.3在水平上的話 可能整個的下跌走勢 也都會結束 有助股價來說 是逐步彈上去一些較高的水平 你剛剛都提到 大戶那些錯破比率 其實就看著在過去幾個小時 其實都一直在增加 如果是現在高度 就說你用一個30%作為一個指標 現在都略是高過31% 即是那些大戶 沒有那麼快去放貨出去 如果是看這個角度看 就是似乎大戶 對這隻股份暫時還是買的 但我們都要跟不跟大戶去買呢 在這些水平去撈不撈的話 我們都要看業績 因為它現在就出了第三季的業績 其實按年利益順利是有增長的 按年增長到1.6% 不過按季就要倒退 分為我們地區去看 看著內地那邊的經營利潤 其實按年升到5.1% 不過美國方面就按年按季都要下跌 大行方面的看法又怎樣 我們都要跟進 大摩現在擔心美國業務方面 怕著上游業務 都意外去虧損 就是因為豬價不利 還有一些位置的成本高等等 摩通其實都削了目標價 CASTER 現在你評對這份業績 又收不收貨 還有就說大行的這些看法 你又覺得真的有沒有參考價值 如果是這樣的話 真是接下來現在這些時候 撈不撈得過 其實如果你說業績出來 是出現了季度規劃 就是業績下跌 其實可以這樣去理解 就是真的因為整個的資料成本 升了上去 令到他們的燃利增長 是慢了下來 這個是很正常的 亦都這樣看回 就是說整個美國方面的業務 當然是一個比較大的比重 也都不可以說不理那邊的業務增長 是有一個放緩 還有經濟也都是逐步 開始有一個叫做見頂回落 那對整體他們在美洲方面的業務 是帶來一個壓力 但是這個壓力可以看回股價的下跌 已經是反映了出來的了 有一次就說他出了這個業績之後 可以這樣去看回再留意內地那方面 整體的租價有沒有一些比較明確的訊號 就是在接下來的時間是會升回 如果這部份升回的話 其實也可以抵消整個美洲那邊的業務壓力 我都相信現在來說 就是冬季踏入這個叫做新年的時間 通常內地的豬價都會有一個重新再上升的走勢 那這部份可能都會是成為 這個萬洲在接下來的時間 由低位逐步回升的一個可能 可能也都因爲那個股價今天跌得比較多 那些大戶投資者 就是進來去買貨的那個異獄 亦都是非常之強勁的 那帶動了就是今天的資金流 大戶那部份的坐貨比都是去到33% 而散戶就今天來說 那個叫做入貨的異獄不是太強 可能也都因爲那個股價跌得太多嚇倒了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大戶肯進來的話 對於股份的走勢上是有一個比較正面的一個走向 我都覺得是有個可能在短期裏面見底的機會 那你剛剛其中提到一個因素 看看豬價的確就是現在其實見到的豬價 就去到去年10月的時候見完低位之後 今年其實都逐步回升的了 那Caster你剛剛都說到兩個因素 一就是這個前景看整個豬價的走勢 那第二就是跟著大戶去做 那現在看 剛剛你都提到了去到4.3的這些位置 如果去到現在的部署 是不是一個長線部署是比較好 還是說上網可以看到它是什麼水平 其實如果你看短期來說 我相信就4.3這個位置 真的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指標 那它起碼是上得回4.3這個位置 就會將整個叫做今日跌穿 3月份的低位那部份是叫做 駛回向好那邊 那走勢來說是有個轉向的機會 那當然你說在短期來說反彈的話 我會先看回向上看著20天的移動平均線 因為都看回其實股價由8月開始跌下來 大多數時間都是在20天線以下的 那如果你能夠去到20天線這位 可能阻力會比較大 直至等突破 突破之後再向上網 可以以38.2%的反彈目標 大概是說5.1作為一個指標的 那現在這些水平都可以繼續提高一線的 好 先看著20天線 再下一步看到5.1的位置 股價方面現在繼續跌半成國外 Castor這一節我們先談到這麼多 進去休息一會兒 來到即使密博 好 跟大家跟進一下有些什麼特別的股份 都可以逐一數 先說一下中電線 看到今天都升幅曾經去到 矮金3% 來到美市又升2.5% 來到中午的時候有個消息 就說他們提到加電費 都可能無可避免市場衝勁 可能有機會要加電費 都來好股價 至於業績股方面 永達汽車 昨天公佈了業績的 看到今天來到美市繼續跌 大約挨近一成 下午曾經跌過一成三 因為上季少賺兩成多 另外中午出業績的 有兩隻ASM太平洋 ASMPT和渣打 ASMPT是上季順利下跌 不過股價向好升幅百分之二 渣打第三季業績好過市場預期 下午曾經升過半成左右 現在升幅收窄到百分之二 和大家有少少時間看周邊藍籌 繼續有阿里健康排榜首 升幅矮近一成 不過開始有些新面孔 美團和港交所都上來了 升幅百分之四到半成不等 談到這麼多事 回到節目時間 來到美市 恆子仍然繼續升過百點 最新升143點 就是15311點 四項分類指數中 只有地產指數跌百幾點 還成交1229億幾 這個時候我們請了嘉賓出來 問一問大市的走勢 這一節繼續有Caster在這裡 Hello Caster 你好 是的 見著恆子 早兩天就穿了底之後 昨天就未跌 今天就算是升幅 沒有早上那麼多 但是還算現在繼續升到百幾點 暫時你看 是不是找到一個支持位 的確是的 因為如果你看回來 主要指數去到15000點 又或者我們經常都說 整個2020年開始的低位 21139點升到上去 2021年頂部 31183點 整個升浪計算到1.618倍的回調 正好就是14931點 昨天來說就是 輕輕跌到下去的水平 隨時就反彈 似乎顯示著整個走勢 的確確是有一個叫做 見底的跡象 而且也都見到 在股價跌下去 那個暴力加通道的底部的時間 我們見到那個RSI 也都是很快的 重新再升上來 30這個水平流上 都是預示著一件事 走勢在短期已經有個 即是逐步見底的跡象 投資者可以在暫時來說 安心 不用太過擔心 就是說 再要試更加低的水平 因為我都相信 現在來說 14931這個位 最終是跌穿的話 這一陣可以做一個反彈 暫時就是拿著 第一個的主要目標 就會是用20天線 當然今天那個市 上回到頂部 15,585點 這個也是一個阻力位 沒有去到 即是穿不到上去的話 暫時就是 在一個15,000點附近 繼續徘徊 大家可能在短期裏面 都需要繼續見到市 上上下下 一段時間做整顧的了 如果是這樣 這個波幅這麼窄的話 雖然你說不會穿底 但是一個直播空間 其實不多 要等它升穿 15,585這個阻力 因為這個位來講 也都是看回 今年3月的底部開始反彈 回調回1.618倍 那個黃金比率的回調目標 這個位升不回穿的話 暫時真的沒有一個進一步 可以有比較強勢 上升的一個動力 雖然20天線 我也覺得就是一個 可以去到的水平 但是就不是今天 或者是說 未來一兩天 又甚至是說 是未來這兩個星期 可以見得到的水平 因為下個星期 我們還要面對 美國那個聯邦 聯邦處理局 進行那個議席 這個也都是有個不確定性 好 那天線的確距離現價都比較遠 去到16,700這個水平 暫時看著今天的高位 15,584這些位置 恆指來講 現在繼續升到143點 我們簡單都要跟進 再匯約港股現在最新的排位 騰訊方面 現在就升到2.5% 做211.6 美團方面升到超過4% 恆生中國企業就升到3.6% 阿里巴巴仍然繼續要向下 在新跌幅挨近2% 做在62.35% 南方恆生科技就升到2% 看6至10位 刑副基金跟著大事升1.4% 讓名生物升幅3% 港交所升9.8% 比亞迪升幅2% 京東偏遠最新跌1元 看藍籌股的表現 匯控方面 現在就靠穩升到3.5% 至於友邦升到1.1% 港交所繼續升到4% 至於煤氣升幅3% 做在6.29% Caster 我們都幫幫家庭觀眾 廖小姐就問 華潤啤酒 現價可不可以買入呢 和上網空間看到哪裡 現在潤啤還有一個消息要看 他今天就公佈了 以近123億去入股這個白酒生產商 超過半成的股權 如果是長遠去看的話 其實你又覺得這一單丟 對他長遠的股價有沒有幫助 現價又是否可以長線吸納機會 暫時來說 我覺得真的在收購當中 未必是一個即刻 即是叫做 帶來有很巨大的燃利增長的能力 但起碼在現在的時間來講 整個的投資者可能都是關注 在未來世界杯開了之後 會不會令到他們整體 那個啤酒業務的收入 是有個比較強勁的增長 暫時看回股價在現在的水平 還有機會再試下去一些低位 如果你說是要買的話 我都相信40元以下 會是一個好的時機 重新在那段時間再考慮 反彈上去的話 暫時看著 38.2%的反彈幅度 就應該可以大概去到46.5%這些水平 好 40元買入 46.5%就暫時作為目標 股價方面 仍然跌幅都去到6%外 做在41.2%的位置 今天都見了一個月的低位 另外我們都幫忙林小姐 她就想問吉里汽車 現在都是沒有貨的 就問現在這個水平又不能進入 Broadcaster現在我們就不知道 她是想短炒還是長線持有 但看著圖 她就堅持著被十天線押著 如果是短炒的話 十天線會不會已經是阻力 現在看就算撩的話 直播空間都不多 的確是的 現在來說 你可以看股價向上升的空間 就是十天線是其中一個的阻力 第二個阻力就是二十天的二龍平均線 現在的走勢一直持續向下 雖然我們說 很多時候在股價下跌的同時 只要它那個叫做RSI 仍然沒有出現一些叫做熊貝尺 或者我們說牛匯池是開始有在那裡的話 應該還可以是繼續看好的 但是始終它都是在三十以下 我也覺得就是有少少 就是令到入貨的時間 都是有一個的憂慮 所以我暫時就不會建議買住的了 因為那個空間真的 直播空間是太少 未必是一個好的時機去買 就算你說真的要買的話 是等股價真的升穿到 一條二十天線才好作一個叫做中長線 去買回那隻股份 好 那就等隻股價先去到二十天線 十個一的位置 那股價方面仍然下跌百分之一 我們都跟進了行指 去到收市競價時段的情況 那就升一百二十七點 做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三點 還成交一千二百五十一億多 CASTER這一節有沒有剛剛講過股份有沒有持有 我沒有的 謝謝你的分析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收視大檢語 好 大家看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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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